二点 庄严义 一尺皆得 儿子庄严 不舍律义 规范人天 定重庆阳归齿 来受教化 目我皆得 舍我皆行 尽修定会而度平安 这是 把戒律比喻为铠甲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是庄严的意思 前面一个是护持的意思 护持对自己 在这个 三界活着里面 自行化他了 怎样保护自己 庄严 这个意思 是感化众生的意思 现在 这个社会 感化非常不容易 因为整个社会 冷藏道德丧失 我们细心 去观察 去体会 父子有亲 在今天 在今天社会上 没有了 除了在 很短暂的时间 你能看到 看到一点 天性 真的是 自然现象 小孩 现在的小孩 六七岁 就不听话了 父母就很难教他 这是什么原因 杂根教育 俗合了 我们中国 古人所谓 教儿 婴孩 教夫 出来 教儿女 要在他婴孩时候 婴孩 刚刚出生 就要开始教 这是婴孩 因为 他还没有污染 他保持了 他的天性 万人善的天性 所有一切不善的 都是染污 出生的时候 没有 没有染污 这个时候 如果疏祸了 被染上 不善了 再改过来 非常 非常 艰难 为什么 现在 许许多多同学 来看我的时候 告诉我 儿女不好教 有很多 在学校担任老师 也来告诉我 学生不好教 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五十年前 没听说过 没有人讲这种话 五十年后 五十年后的今天 这种话已经非常 普遍了 每一个家庭 都有这痛苦的经历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就是刚才所说的 父子有亲 到小孩十几岁的时候 我看不到 没有了 夫妇有别 没有了 现在的有夫妇 结婚 离婚 已经是像儿戏一样 太随便 君臣有义 没有了 现在上下的关系是利 道义 没有了 长幼游戏 没有了 朋友有信 也没有了 这是什么社会 那五能 仁义理智信 全没有了 离义廉耻没有了 孝提忠信 没有了 仁爱和平 没有了 这是什么世界 这样的世界 既是大声大喜 祝福菩萨 硬化到这个世界 来教化重生 不是真正在来人 一尽正德 阿维悦志 的菩萨 行 他在这个三界火之 三毒烈焰当中 不会受感染 没有这样的功力 即使你小时候受到根本教育 父母教得很好 也不管用 从家庭走到社会 就学坏了 社会是个大人港 所以今天 一半人 不仁不义 无理 无耻 都不可以再怪他 他们所造一切不善 并不知道 他不知道那是不善 他认为那是正常的 我们今天要学佛 要持戒 要守这些规矩 他们把我们看成异类 把我们看成反常 你是这个教化多难 这种环境当中 一教奉行 以得去感人 而不退转的 还坚持自己的 我想都是 阿维悦之菩萨 我想一般 证得阿维悦之菩萨 在今天这个环境里头 他都会退转 古人讲的 建立望远 那是一种比喻 现在到处都是 是社会 普遍的现象 阿维悦之菩萨 唯一利是土 不顾及后果 在这个世间 教化众生 能不退心吗 似乎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是真正懂得因果 知道 善有善苦 无有无报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能保住自己 不对 继续认真学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